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 美国和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份协议 但中方破坏了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0号表示 中方不知道美方所说的协议是什么 但肯定不是中方同意过的协议 美方想混淆视听转嫁责任 这是徒劳的 中美11轮经贸磋商未能达成协议 根本原因在于美方试图通过极限施压 来实现不合理的利益所求 这个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那么在要挟为国 引发美国国内外广泛质疑 和市场动荡的情况下 美方又想混淆视听转嫁责任 这个也是徒劳的 中方在过去11轮谈判中 表现出的诚意和见识性态度 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据德国媒体报道 经多年审查 英国 德国及欧盟方面 均未发现华为产品存在明显后门 但美国四颗设备 却经常被发现安全漏洞 自2013年起 已有十起后门事件 对此 陆康表示 中方特别想听美方的评论 那么美方以己之心夺人之父 为了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对他国企业造谣抹黑 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证据 欧洲方面的上述的调查结论 他证明了华为的清白 也暴露了美国动用国家力量 打压其他国家企业的不正当性 陆康重申 中美经贸磋商 只有沿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正确轨道前行 才有成功的希望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